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为了要帮助偏乡儿童圆梦 特别规划了两天一夜的参访活动 而前几天有来自于阿里山的小朋友 第一次参观科教馆 来自阿里山中心国小的小朋友 第一次来到科教馆 感觉是既兴奋又期待 各种科学主题导览 让小朋友印象深刻 认识很多东西 像一些人里原本有的 像什么记忆那些的 因为课本里面东西都比较无聊 就只能照课本这样子上 然后来这边就是比较弹性 很好玩 为了帮助偏乡地区的小朋友 科教馆在善心企业的经费赞助下 规划了两天一夜的活动 科教馆主管长 还亲自来向小朋友表达欢迎之意 而赞助厂商也前来陪同小朋友参观 那这对小孩来讲 在课本上学不到 在学校因为没有这种设备 也没有办法去体验 那这个对外面都是全新的经验 那我们觉得几次试下来 小孩子很喜欢 很喜欢做这种事 那我们就把它扩大办 但是呢 因为这个是额度外的 我没有这样的经费 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些善款 我们觉得它是重要的 我們認為這個世紀,尤其對小孩子來講,這些科學教育, 尤其是台灣很成功的半導體產業,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像半導體產業,它會產生一些新的技術,新的發明, 像我們現在用的手機、電腦等等都是。 那我們覺得我們也願意讓我們孩子學習新的東西, 透過這樣子很棒的半導體奇異展,能夠讓全台灣的小孩子都有機會來參與。 除了幫助偏鄉地區的小朋友圓夢,科教館針對弱勢家庭子女, 在暑假期間有10個T次的學習活動,歡迎有興趣的公益團體免費申請。 天安天新聞,方建凱里美惠,台北採訪報導。